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17年的时候球队最低谷的时候 吴敬桂接手的时候 然后我来这里 正好看到这里有一个跳出呼喊 然后我想正好这是应景吧 对我们球队来说这是应景 然后我就去拜 拜了以后我们球队17年夺冠了 然后我也答应了18年来还原 然后19年我们又夺了冠 而且在我们的虹口祖堂夺冠 所以说我就把这里视为我的圣地 去年的那个成绩确实理想 然后呢 这位球迷来说也是要不离不弃吧 我还是一如既往的 每年的联赛前 来普陀山 各家山 然后为球队祈福 也为我们的球迷祈福吧 感谢很多不离不弃的球迷 这个品牌 20年了一直在延续 这支生花队也没有任何关联 过去啊 这个上色各个地方 就是生活之久的 在刚刚救命 生活比赛一样之中 那里啊 包大巴士到我们的团队来回去 我这个东西搞就搞了 那我们的地园也搞了 这套上海生花队也就获得了95全国足球夹击联赛 赛后的进度场面 希望这是上海生花新的基点 冠军球队上海有智慧的帽 我们要向联赛冠军发起总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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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开始 我们的体力是做得到 好 好 如果这样的心态 去对待比赛的话 没有资格啊 我可以成为是一支强队 好 好 好 来 这里是合影的 欢迎来到商界宽地圆域 即使是个现在相当地的事物 直到55秒,我们将位于一个大室室的室内 是263m的 全地位的湖室会在你位置身上 希望你来好好的时间 谢谢 你看太阳出来了 光线一下就好了 我们马上就能看到虹口竹销场 从东方明珠 非常的漂亮 但是很遗憾 由于疫情的影响 虹口竹销场已经很久没有 生花竹场这种热闹喧嚣 刺激兴奋的感觉了 90年代一提到上海 大家就很容易想到 东方明珠这样的地标 但近几年 新的城市景观也越来越多了 这里也变得不是那么时髦了 说实话 现在看球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在城市的变革中 我们发现生花现在的这样一个禁地 也越来越尴尬 球队 俱乐部 球迷都需要一个转型 希望他们能够顺顺利利地完成这样一种转身的变化 距离2021赛季中超联赛开幕还有一周的时间 生花队在上海的康桥基地进行新赛季的最后备战 这是韩国教练崔康熙接手球队的第三个赛季 目前她的阵中步伐经验丰富的骨脚级别球员和实力派外援 这边他明显能往里面传了 能打这些阵队的进攻 在外围传来传去 在前兆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回去 然后在这儿转一下 这边没有任何球员在里面进攻 当然 如果我们在这儿转身上 进行和我们两个转场球员的时候 这边有的时候就要拿来 二二二的就全了 这边为什么要去呢 这边不倒的 当然 这边不倒的 当然 这边不倒的 团队的团队 团队的团队 这团队的团队太潮了 身着破洞牛仔裤的潮男 便是申花俱乐部总经理周军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转回窗 申花在市场上的一系列操作 让户上球迷媒体 对新的赛季都有了更多期待 其实从去年联赛结束 我们和教练组 就关于今年的补充 能源补充问题 就有过一个沟通 那么主要是按照教练组的 这个要求和意见 跟崔子岛 特别在内缘的后腰方面 中场方面 在申花的边路 外缘的边路方面 包括中后卫的调整 这些应该都是跟教练组 制定的方针 我们是统一一致的 因为我喜欢挑战 在我的生活中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阶段 我觉得我会有大机会 成为这阶段的第一个阶段 这是一种主要的原因 我刚回到那个基地 还是原来那个老样子吧 之前的一些阿姨 也是我在那会儿 他们都在 包括队里很多工作人员 都是我在那会儿都在的 这种比较熟悉的这种感觉吧 我们的阶段是 他们的阶段是 从这种高層的阶段 以为 这个阶段是最好 阶段是最好的阶段 一旦 当人是阶段是阶段 在阶段是爬的阶段 你知道有阶段是平坏的阶段 可以做好事件的阶段 而你很明确跟他们 你能解误较快 所以 所以我們要做其他人 是可以取得到他們的利益 他們給他們的團隊 这张视角就是紧续这么小的一个粒粒粒粒的 一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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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上去 这都贴这块是什么 呃 要看了 三周 三周 有些很快 有些 你这样比较帅的需要的时间就比较长 就把每一个脸乎的细节是吧 对对 这边就要看一个人的 你今年多进几个给你换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更大的 好了好了 因为有几个新员过来 我照片我是后面才拿到 所以去年在联赛的时候没有送到 然后今年在出生前我想 不需要全部送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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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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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说我们 比方说你为了什么话你怎么怎么 人家的孩子再优秀 是人家的孩子 但是生花是我的孩子 他再怎样 在我的心里 他们是最好的 最棒的 最优秀的 任何人在我面前说生花怎么怎么不好 那就两个字 睡觉 这种听起来有些偏执的好言 是作为一个生花死中球迷的基本节目 而在全阿姨家 有这种死中情节的人 就不止他一人 我是零几年的时候 也是零几年时候去看比赛 当时被蓝魔的气质所吸引 我觉得我应该是其中的一员 他是前鼓手 然后是因为有一次他好像是工作的原因没有来现场 那因为我本人就是从小节奏感也都比较好 然后那一直跟在他旁边听了那么久了 所以对古典史们也比较熟悉 当时就自己来担任这个角色了 然后就停不下来了 一家人都是生花球迷的好处便是 他们可以把家的每一处都装点啥 生花远送 把共同的回忆封装进同一本相册中 把生花大家庭的骄傲定格在自己的小家庭中 这一个楼面还有很多朝向的 我最记得就是一六赛季的时候 当时曼萨洛是生花的主教练 当时灯塔的时候 特地俱乐部的领导跟他说这个方向是北京 因为之前一年曼萨洛不是在北京带队吗 成绩也非常好 所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里面 从一四赛季球队就有登东方民主塔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了 但是一四一五比较低调 这个就是队内自己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从一六赛季开始了 是因为当时也跟东方民主签了一个战略合作的协议 上海的两个城市名片 大家一起交流交融 一般来说一些中方的队员 还有就是在生花队效力时间比较长的 像莫雷洛啊 刮林啊这些外员 他们会坐在这个透明的玻璃囊上拍照啊什么 但是像曼萨洛啊像佛罗雷斯啊 包括波耶特啊这些外教第一次来的时候很害怕走过来 我记忆很深刻当时应该是球队里面一些工作人员胆子也比较大啊 敢跟教练开玩笑 外教官把外教给拖过来啊 外教吓得赶快就逃回去啊 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实际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从有灯塔的传统开始啊 只要灯塔这个赛季生花的成绩呢 基本上都能完成目标不会很差 呃但是18年啊 当时由于种种的原因没有举行灯塔的活动 那个赛季啊成绩确实就不够理想 但是可能18俱乐部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所以可能生花球一接近 今年俱乐部肯定有的很好的 南海生花队今天在康桥基地 举行新赛季的出征仪式 这在俱乐部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不少球迷幸运地进入到康桥基地 与心爱的球队一起摇旗呐喊 新赛季生花的阵容实力有极大的增强 他们带着球迷和俱乐部的期待 出发前往苏州赛区 训练结束后的时间 留给球迷们自由活动 平时球员用餐的食堂今天也迎来了新的时光 传说中在俱乐部深受喜爱的辣酱面 看来很是对上海人的胃口 这碗上海风味浓郁的辣酱面 更能够拉近同是生花球迷的两个人的距离 几口面下肚 反着变成了社交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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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楼台呢 就是坐着打开放开 我这边在这边 这边在这边 这边就把这边开水门 这边开水门 就让这边开水门 整个球员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活动式的 它有一个设计的 对 目前这个条件也不算最终 其实也让大家看一看 就是我也能住 他们就不应该有任何问题 他们没事休息的时候 经常喜欢打游戏 从我的角度来讲 跟他们谈谈聊聊世界观 人生观 一些做人的道理 包括一些基战术的沟通 总比打游戏好 那么你主动去找他们 他们想不到 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 找找这样一点 你工作 你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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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十二学生活 那这两周就按照这个签字 好了 好 我等下去快走 小楼子他如果把那沙满地 如果把那沙满地 你签字跟我讲 那不要不好意思 如果你不好意思 你签字跟我讲 我来往那走 好 好 去吧 好 最后有个 nombre 神力中 您帮助我们 我们邀请我们的队长 保抬多 吉他保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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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困難的最困難 我一直都說, 是很誇張 能夠成為這個團隊 和所有人支持我們 有一個新的季節 在那些粉絲 我們很興奮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團隊 這年來比賽 我們能夠祝福 他們都給我們 每個比賽 其實我們很多聖華球迷 從心裡面都可迫切希望 隊員們早點給我們 帶來一個聯賽冠軍 我本來講的比較含蓄 既然剛才徐峰會長 講了這個話 那現在我想的 是不是我們就講 有機會的話 我們要向聯賽冠軍 發起衝擊 喔 阿栖阿栖阿栖阿昂 歐雷 沙海昇華之夢想 我們兩者來爭取 生命中將會屬於我們 生命中將會屬於我們 醬金 跟爸爸走吧 給你倆照亮相 這什麼 好可愛 給你倆照亮相 你的眼睛好看 爸爸走了 球員們都在和家人朋友做告別 人群中有個特別的身影 83歲的老記者洪南麗阿姨 也和老伴來一同為球隊送信 森保基地他創立的時候 電機的那天我就去了 所以這些小孩是看他們 從來的 從來的 所以還熟悉 現在的隊伍是比較 真的來講是比較正氣 比較向上 教練也也好 包括老隊長 莫聯樂也好 對吧 能夠打手 風格打手 水平自己打到成績怎麼樣 我覺得 不一定說 你一定要得冠軍 當然想得冠軍 但是不是說得了冠軍 就一定怎麼樣 隨著生花大霸使出康橋 洪阿姨和老伴也準備回家 新賽季的大幕即將拉開 籌籌滿志的生花隊 將會交出怎樣一份答卷呢 中國在歐洲在世界上 有一樣東西很厲害 叫 Chinese功夫 武術 中國功夫 我們在看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喜歡看武俠小說 我們的門派很多 這個派那個派 都覺得自己很厲害 大家是一盤閃閃 我們現在就看我們這個球隊 我們的球隊現在全是50高手 這個水平怎麼配合起來 反而別扭 打邊 五分鐘看不到邊 五分鐘這個球傳不過去 有些喜歡太極的 那麼跟太極派聯合在一起 小部分 有些喜歡打長拳的 夠了半天長拳打不過去 東一攤高手 西一攤高手 真正要解決這個問題 要盡快解決這個問題的 就是你們這些武林高手 你們這些高手 從內心如何去融合 如何把你的特長 和別派的特長 融合在一起 因為你們有個更高的目標 是要把這個俱樂部 把這個整體 建設成為一個最高的一個集體 最大的問題就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位置上面的一個 從土管理問題 大家是一個競爭的狀態 第二個就是 我們裡面還有很多 有合同的球員 你必須要照顧好 如何把這支球隊捏好 如何讓大家相通 這是真話目前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課題 幸福的煩惱 終歸是煩惱 眾多實力派球員中 如何挑選出 上場的球員 便是主教練 崔康熙的首要任務 而聯賽第一輪 他們要面對的對手 便是多年來的速敵 北京國安 驚呼德比從不缺乏話題 但深華上一次 在聯賽中 戰勝國安的時間是 2015年 雖然換了主教練 但是整體的打法 感覺不會有很大的變動 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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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怎麼樣 但是從我來說 真的覺得 一個特別好的機會 而且我從來不想 對說 我覺得這一定要 拼下一個一場 之下 我們 這場 下一場 包括上海 我們都會這樣 這兩組 有很多 都會有很多 遇到 我經過 我很多次 我可以說 每場 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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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它一直有不同的味道 因此,它們是為了一種類似的 我每天來帶她來,她的味道很不錯 看上去,她的味道很不錯 她的味道很不錯,所以每天都帶著她 其實她的味道很不錯 我喜歡她的味道,但她的味道很不錯 我喜歡她,她不喜歡我 我喜歡她的味道很不錯 想說她喜歡她的味道 她喜歡她的味道很棒 她就很喜歡她的味道 她很喜歡她的味道 我喜歡她的味道 她喜歡她的味道 這次終極限時,我們會一起吃 和你們一起吃對方的臭小姐 後來是你們 她在哪個屁面 我們剛才沒有吃 我們一起吃了很多趣 那是不太好似的 我相信他們的樂團 我們有兩個不是很好的 他們他們沒有比賽 所以我們很期待 我們非常希望這個賽事 你也會希望你們 我們預備 第一場比賽 對北京武藩 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北京武藩 無論是在個人的挑戰能力 包括 克林 和最重要的打法 都很強 第一場比賽 我們可以全力以赴 在座的幾位都是生花的老員工 工作最辛苦的就這幾位 我們都是為全隊服務的 所有的後勤工作 我們都全光他們包了 就他們一門行事打比賽 那個小椎長了 小椎從生花 成立就在生花了 98年 98年 我們兩個對水平差不多 就看誰的心態好 如果我們的心態好 就我們贏 他們的心態好 我們就危險 我感覺基本上9.9% 我們贏 好 哈哈 大家請了 我們到宮廷去看 看完之後呢 比如說到肯德基去買東西啊 什麼的 大家彼此碰到了 在一個肯德基裡面碰到了 大家都 就像沒 就像彼此沒見到彼此一樣的 我們去北京 然後路上 他們就不挺友好 對 路上碰到他們 從來不會 他們也不會罵我們 他們不罵我們 我們也不會罵他們 他們對我們還有比較親切的稱呼 看到我們都統一的叫花花 今天我戴的帽子也是隊長的 衝衛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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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別愛她 祝隊長今天的進擊 然後 生花今天也能贏成 加油生花 加油生花 OK 不放不光不像花 不放不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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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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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明明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刚刚刚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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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